歷史為盡 以鼓見證 笑談天下新鮮事 齊有此旅開獎 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齊有此旅 我是呂傑 那最近台灣政壇 一直我們原本以為 九局到了那比賽就結束了 但是沒想到它是一場延長加賽 郭侯之爭到底要何時才能畫下句號呢 而最近我們說郭台銘 郭董事長台灣阿明他在選 反而在徵召結束之後 他才發現 越想越不對 但是我們一直收到的消息 其實在公佈所謂的初選結果 不能說初選 徵召結果之前 我們一直收到的消息都是 5月17號侯友宜 5月17號侯友宜 那郭董為什麼會有錯誤的期待呢 那如果想知道郭董在想什麼 最低限的消息呢 就是來自於我們今天的大來賓 媒體的老前輩 光鑫姐 妳好 大家好 欸姐 像我們這幾天啊 從5月17 國民黨徵召結束之後 就是一直有傳出 就是大家一開始都在想 郭董的拼到沒有嘛 那但是在5月17號那一天 郭董發表的那篇審命 其實基本上 大家都暫時放下一口氣 OK 但是後面為什麼會鬧成這樣 你到底怎麼跟郭董認識 其實 過去口述BNT相關的資訊是劉又彤 劉又彤是他四年前選舉的發言人 也是他的進程 他雖然外面有自己的職業 但是他幫郭董 那這一次沒有這個劉又彤 那從那個BNT的系列報導的時候 我就開始做採訪 那直到 21年的時候 很久了 你看21年 對21年 那後來呢比較接近2023 就是農曆過年前的時候 你記不記得 郭董跟薛瑞源之間 有一次唇槍捨戰 因為說實在話 就是我們一直覺得 郭董大概是農曆年過後 大概2月中才比較有明顯說他要選 因為我們去年收到消息 就一下子要選一下不選 一下不選一下不選一下要選嘛 對 然後你是在那個時候才跟郭董有更接近嗎 對其實4年前因為我反韓嘛 然後他 你一開始是挺韓 你還幫他出書 其實沒有什麼挺多 跟著月亮走 那個出書是我們出版社找我 我們自己出 他們是受訪者 那你版稅還捐出去啊 就是他們有來徵詢嘛 我就說那版稅給你嘛 就這樣很簡單 賣得很好耶 那版稅給人家了嘛 然後那個事情就不講了 就是郭董跟薛瑞源 他們有爭執的時候 那再重回BNT的細節的時候 那時候郭董他就跟劉仁彤要電話 後面有一些新聞訊息是他給我的 那我剛剛提到4年前 他不是跟柯碧他們在後來 他初選落敗以後搞第三勢力嗎 搞一搞他就去美國回來就宣布不選 那他宣布不選之後就請我跟我先生 我們拍 4年前19年的時候 對邀請兩個媒體人 名嘴我們一起去用了個餐 然後找他們那個競選團隊的 跟我們彼此吃了個飯 那之後就沒有再聯絡 一直到我剛剛講那個 薛瑞源那個事件 好啦 那也差不多是過年前也是 劉仁彤先打給我 他就開始跟我徵詢一些事情 那我就心裡就有個OS 哇 震撼蛋耶 如果他第二次要選的話 郭董第二次要選的話 那是震撼蛋 結果後來我先在媒體上先收回 政治平台上先收回 我過去很斬釘節點說他不選 因為在那次餐序裡面 4年前那個餐序裡面 他就坐我對面 他就直接跟我講說 光晴我以後不會再參選了 那我就覺得他說 這樣他有講三個原因嘛 說一個老母親 然後老母親不想他擔心 然後小孩又小 還有第三個他希望平常打得高爾夫球 他有過過自己生活嘛 那我就很斬釘節點 後來我先把 4年前 我聽到他怎麼說 他說他這一生 大概都不會碰選舉了 那我現在政治平台先把 我原先說他絕對不會選 那個收回 你知道有時候上節目 人家還要跟你對讀 我說絕對不會 絕對不會 我也不能說 掏心掏肥跟他講 是什麼時候 他怎麼跟我講 這樣子的話 人家現在是不會給你訊息的 然後後來 那個郭董自己打來了 郭董自己打來說 他會錯意了 因為我猜 他那個 劉若彤那張徵詢的地方 我聽得出好像在徵詢他 要不要選 要不要再戰江湖 如果選會怎麼樣 用什麼形式選 然後 他打來說 他說他會錯意了 他誤會了 誰誤會 劉若彤啊 劉若彤會錯意 他徵詢我嘛 他針對彼此之間那個訊息 他會這樣誤我 讓我直接猜到說他可能會選 郭董可能會選 他說劉若彤那個 會錯他的意思 會錯他的意思 以至於他問我那些東西 我也會錯意了 那他說他不會選 不會選 後來我又上節目了 我們不是為了 要報他們的料才上節目 我們平常就是固定有節目 對 然後問到我相關的訊息 我又收回來 我說上次我誤會了 他其實沒有那個意思 不會選 好啦 那等到他在下一通電話的時候 他意思就比較明白了 可是 我最近也在講嘛 就是人的起步第一步很重要 是 可是他 跟我在諮詢的時候 他就已經決定 要重回國民黨 是 然後 要幫國民黨下架民進黨 而且要帶著小雞們 國會過半 那 如果是這個路徑的話 哇 那這很難嘛 是 因為他要回國民黨 他那時候夫妻離開 對 他自己把黨證推回去嘛 要四年 要滿四年 那因為後面搞一個 但這個都有技術解決嘛 對 又同舟計畫 對 同舟計畫2.0版 因為同舟計畫1.0版 是贏回傅昆琦跟鍾小平 那你如果開啟同舟計畫2.0版 那上次郭董就是這樣 就是吳敦應發給他榮譽黨證 那如果這一次他要選 又重吾黨籍 又重回給他 榮譽黨證 不是榮譽黨 最想要恢復黨籍 開啟了一個 為他量身打造的一個同舟2.0版 把他引回去 那他就是為了選總統 這樣對彼此都不好 太刻意了嘛 不會啦 其實台灣政治不是都長這樣子嗎 誰會贏 就是想辦法開路給他 你說當年的阿扁 不是也有四年條款嗎 後來也是開個後門給他 我覺得就是說 政治還是叫不來嘛 所以後來不管黃信介 還是其他黨內人士 民進黨黨內人士 都說一句 要照不來 不然你話 你每次提到這件事情 你看你都會提嘛 無規矩不成方言 那所以在那個過程當中 他已經是決定了 他有這樣的一個目標 有這樣一個心心念念 為了中華民國 他有一些這種想法 然後他擔心什麼 他的理由是什麼 第一個有人勸勁 有個大佬 他在過年期間 他在自己的臥室 他摔倒了 然後他太太在 還好他太太在把他送醫院急救 命檢回來了 他就立刻去勸勁郭董 因為他們擔心說兩岸局勢 下一代 還包括侯友宜他們猜 他可能會出來 他們怕他扛不住 因為他現在看 的確有些不足的地方 那個時候只有侯友宜 那個朱主席一成不變 民調怎麼做 頂多就是10% 張亞中那個 我們說張校長那個 不管他東西好不好 在台灣沒有市場 我們單看侯友宜 去年的時候 大家一直在猜他會不會選 那我們也是用教博來的 傳統思維來講的話 因為前面已經有 韓國瑜落盤的例子 他如果重蹈覆測的話 他去選了連任 而且那麼高票 做幾個月 雖然他是連任 他在落跑的話 那真的是很重傷 他一起跑就會有個 我們叫做硬傷 這個硬傷是很難化解 因為他下面的套 配套是什麼 他會到市議會 人家會攻 他要不要代職參選 就請假之後代職參選 還是有人提議他要辭職 然後新北市民會跳腳的 辭職要重選 他還不到兩年 要補選 三個月內要補選 要重選 那這樣兩條路徑 會不會到最後雙輸 那如果罷名就三輸 那你國民黨 何必提名這樣的一個人選 然後韓國瑜何必走這個路徑 那時候又有恩恩案 我們就想說看他動作 結果沒想到他內部有三種意見 他採取了就是說衝高票 幾個月跑來選總統 沒想到他選擇這樣一個路徑 他可以不尋求連任的話 對他現在的選舉會比較好選 所以在一二六之前他就這樣想 當然他內部三種意見 一種是你就繼續連任 一種是說你要選總統 你不要連任 一種是說你要選總統衝高票 俠民意定諸侯 對 那他沒想到他選擇一個 我覺得是最不利的 有不利因素 很大的硬傷的一條路 好 那韓國瑜那個動作 其實政治老神家都知道 他選連任是什麼目的 那我們家人就傻乎乎的 還是去信任他 還去投了他一票 就沒想到我們是很在意 我們是很在意落跑的 一片落跑風 好像我們不對他們才對 好像落跑有理了 但對我們來講 我是沒有辦法接受 趙少康有講 關你屁事 而且他說新北市民 那很多新北市民就像冰桶遊戲 大家接力 就是說我在意 那所以後來有人勸禁 這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也是郭台銘 就要為中華民國打拚 關心擔心 憂心兩岸局勢 第三個為了下一代 那其實這幾個都環環相扣 我也希望我的兒子 未來不要上戰場 不是只有這個 去年九合一 這個議題有發酵 是 那結果他也是東問西問 那他不會只爭取一個媒體人 他可能東問西問 那最後問到我的時候 已經是這樣一個局了 那所以我相對來講的話 我OS我當時覺得他最好的局是什麼 你自由度要大一點 是 所以不要入黨 不是他就跟柯P搭檔嘛 就走第三勢力的路線 會你看整個下來的話 他不要回國民黨 他如果選擇一個跟柯P走一條路 不管選得上選不上 那個他前這一段期間 這大半年來 這種坎坷齊取 然後受的子彈 然後最後落空 希望還是落空 這一段就可以不用了 可是姐我說實在話 因為我們就不用先不要談 19年那麼遙遠的事情 我去年 冬至那天我從高雄出發 用走樓走到三條角 走到台北三條角 然後我在台北的時候 有個朋友來探班 黃毅忠 黃毅忠來飯店找我嘛 來探班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有聊到就是 欸 台灣阿明 那時候還不知道台灣阿明嗎 郭董到底有沒有要選啊 然後黃毅忠那時候 很確切的跟我講 因為他們你們常在節目上遇到嘛 他們是在聊天的時候 光卿姐是跟我說 郭泰銘確定不會選 就是那一段 對 那哪來的 這麼大的轉折 是一個大佬勸進而已 就有這麼大的轉折 不只啊 當然我是舉例嘛 就類似有勸進之聲 之前還有人勸進他 接國民黨黨主席 然後當然就是說 有很多勸進之聲 而且他的支持者最多在哪裡 新北阿 他支持最多在中南部 他後來也感覺到 現在最近也很多人講 那一直有人有勸進之聲 那他是其實執意不選 後來因為這些勸進之聲 還有他看 我覺得最重要是兩岸局 是他很憂心嘛 所以他總有他的理由嘛 是 那別人給他建議 一定是親近人給他建議 叫他 一定 你要選 一定是 批掛上面掛中華民國 國企然後代表國民黨 然後這樣才有意義嘛 那 所以他就這樣子 徵詢了 那徵詢你就看 他在過年期間在美國 他不是有一個人在美國 新西台灣嗎 是 其實那個時間我們有聯絡 過年前就開始聯絡 後來他去美國 他也有打電話給我 然後他就跟我問 就是說他如果要發照片 他可不可以發豪宅的 那個在美國豪宅的 比佛利山莊豪宅的 我說最好不要 然後他就抱了三個燈籠 就是頭戴那個中華民國 我覺得這張不錯 那可是他太太要怎麼發 那是他自由嘛 你不能因為你影響他 他帶小孩在用詞邊西西嘛 然後他就發 他就臉書上去PO了一個 人在美國 新西台灣 那讀得懂就讀得懂 就是他有這個意念 那我們也不敢講說 那個閃音已經出來了 我們也不敢講說 你才通一兩通電話 你就確定他的心意了嘛 那就回來的時候 他就去記掉星雲了 那時候就有媒體包圍他了 是 那包圍他你該講什麼 他其實都講得很好 他說不記任何形式 願意為台灣做事 這個好 可是媒體在包圍他的時候 他不會像我們有經驗嘛 是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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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閃了 把話題岔開 他就回了一句說 等一個辦法 那等一個辦法你知道嗎 之後 後患無窮 因為第一個進場殺了 就是旺中集團 他的老 老對手 老籌家 那你就看挺侯派請朝而出 你也看到民調第一次 第二次兩家做出來 他本來民調他自己有做 他委託竹科有一家 大數據公司 是 民調是大數據其中的一環 他民調真的領先很多 結果老神在在 結果後來又講了一個年輕氣聲 就是會王金平的時候 那出來這兩季加上民調 他整個被打趴 他民調一下下了10趴 那就是這邊就是他跟侯宇競爭 從這邊開始 死亡交叉 對 然後後來 當然任何人 就算他想不到別人 會幫他想 就是說 你如果 一時嘴快說了一個年輕氣聲 也不算正式道歉 那你需要一個正式道歉 是 他有你一個 生命稿 要正式道歉 那如果回國民黨這麼困難 雜音這麼大 你會不會想說有沒有別的辦法 你會不會想說 那這樣好了 等到未來 如果我民調真的是低 你再把我贏回去 那就是什麼模式 就張善政 對 那他就提著一個道歉 一個張善政模式的建議 是 結果本來也要想PO臉書的 結果他都會傳給黃建廷 他都會徵詢黃建廷的意見 從那邊開始 黃建廷就牽著他的手禱告 當然不是每一次禱告 但是每次到內心徬徨 或有疑慮的時候 他就要牽著他手禱告 要到他家裡 那所以從那個動作開始 後續有太多證據證明 我們這麼講 到5月15號那一天 郭董都還覺得自己會贏 那你那時候有跟他通過電話嗎 你有給他其他的訊息嗎 因為就我們剛才一開始 我們就講了 我們遇到的國民黨黨內的 這些朋友 而且都是檯面上的 我們私底下都會問 因為那時候 爭到亂七八糟 爭到日月無光 天崩地利 我們都問 他到底是誰 到底5月17號要提名誰 我們收到的消息 我們聽到的幾乎都是 甚至是篤定肯定斬丁截鐵 5月17號侯友宜 那到5月15號 郭董還覺得他會贏 對 那中間到底他是 朱立文給他什麼樣的訊息嗎 對 為什麼會這樣子 其實如果你倒著看的話 這是局中局嘛 是 就是說他一路內定嘛 那你至少兩次露線嘛 一次露線就是 4月13號 黃建廷 黃建廷他縮溜嘴嘛 他說黨內就是侯友宜嘛 那我請教他 後來掰出三階段 請問你徵召提名階段 應該只有一個階段 是 因為你黨內的徵召提名 先出來才有第二階段 你已經把非黨員郭台銘納入了 所以只有一個階段 而階段就是侯跟郭在競爭嘛 他掰出三階段 把郭台銘撇開 踢出這個提名階段 他把它擺入第二個整合階段 他就是被整合了 那他就不在提名裡面了 對不對 這個很明顯嘛 所以我們大家有人說 國民黨先人跳 我是說國民黨出老千 我也看出 這個郭台銘 非常信任的黃建廷 他根本就是無間道嘛 你跟在他身邊 結果黨內就是侯友宜了 你有跟他講嗎 如果黨內內定侯友宜 那他還在選什麼 如果你把他擺在被整合 那就等你們都搞完了 你再來整合他囉 那他現在不用選了 其實這很明白的理路嘛 可是後來郭台銘那時候相信 即使那時候輿論都 政論節目都在探討 但是他真的深信 黃建廷不已 他跟他解釋 黃建廷跟他解釋的時候 他就相信說 先黨內你們先提出 不是提名喔 你們先浮出一個 你們最強母雞 先不要提名喔 你要先整合我 第三階段在整合科批之後 然後所以才要6月18號 再給我30天 不是你聽我講 所以才有一個6月18號 因為他的作業期間嘛 那當初講的是520之後 開始做滾動式民調 開始整合 開始協調 所以你要有個作業期間 所以你6月18號 最晚不會拖過6月18號 到時候通通都整合完 菲律大聯盟了 有一個勝選方程式了 那我們比民調之後 你跟我之間 如果我贏的話 那當然提名我嘛 而且他是最有能力跟 可能性去整合科批的嘛 如果這個作業都完成了 不會超過6月18號 我們正式提名 可是後面有照這個旗埔走嗎 沒有啊 沒有啊 對啊 然後 黃建廷是4月13號露線 他怎麼會又相信黃建廷呢 我告訴你因為 因為19年那時候本來 國董還要選的時候 那時候傳出來 他跟黃建廷有接觸 他如果有要參選 他的副總統的搭檔是黃建廷 那我告訴你 4年前那對他來講 也是一場激戰 那黃建廷是他陣營裡面 比較晉升的核心幕僚嘛 然後他後來即使主第三勢力 那已經到後段了 前面他初選落敗 一堆人就走了 那黃建廷是一直跟著他 人在那個關鍵時刻 有革命情感不說 最需要溫度的時候 對 然後他跟著他 然後他是出謀化 這很重要的一咖 因為他做過台東縣長 是 有政治閱歷的 然後跟他那麼親近 然後他也沒走 然後兩個人之間 一直奮戰到說 如果第三勢力 因為那時候柯P 後來他們揭露嘛 柯P後來不願意的原因 就是跟像侯友宜的狀況一樣 他說我還是台北市長 我怎麼可能落跑 去搭檔副總統的 所以那個破局 破局第三勢力就解體了嘛 那所以才有他另外 真的沒人可以考慮 最後就考慮黃建廷 可是這一切都是在他 後來不選之後 那黃建廷離開了 他就去擔任另外一個角色 那我們看 其實我曾經有一度 跟他閒聊的時候 我就跟郭董 因為你要跟他講政治 你要講到他理解 我說郭董 你跟你母親 那媽媽推輪椅嗎 我就看到他媽坐輪椅 年紀很大 九十幾歲 我說郭董 你媽媽打不打麻將 他說打 我說牌桌上四咖 就算是你媽媽 那麼愛你 他會先前把牌給你看嗎 你因為愛你媽媽 你會先露底給他看嗎 那你們就不叫賭了 不叫家庭嗎 出老錢 對嘛 所以黃建廷他的問題出在說 他千不該萬不該 他做了國民黨的秘書長 他需要一場公平公正公開的 選舉的時候 那他要去跟郭台銘 去私情 兩個人友誼連線了 私情連線了 那我請問 如果不是他呢 萬一不是他 如果是他呢 如果是他你就 某種程度就傾向他嘛 你就尋思嘛 你什麼消息都透露給他 他什麼事情都給你問嘛 那如果不是他的時候 你什麼時候要告訴他 你什麼時候要翻臉 我講的黃建廷 你什麼時候要現身說 我原來是遠景 臥底在你這邊的 因為你要回覆另外一個角色 所以他怎麼去維持說兩面疊 他其實這邊的秘書長 他有可能扮演好郭台銘的一個內線的 或是一個好朋友充當內線 或是一個虔誠基督徒的角色呢 你這個角色太多了嘛 對不對 好 那所以4月13號是一次 我們講近的 是 後來我也是看媒體的報導 知道5月17號 他有公開嗎 他有找兩個當事人去嗎 沒有 你看黃建平今天 他為了他們立委初選 他整個到法院去了 他整個跳獎他就假處分了 因為他們協調不成 還沒有落幕喔 還沒有提說我不提你的時候 他就去跑法院了 不過就跟立委初選 而且他們還是相當有兩次協調 請問 包括5月17號 包括做民調 包括做偵詢 有哪一次媒體有報導 有曝光過說 有找兩個當事人去講清楚 我沒有什麼方法 沒有都是黨中央在講 所以朱立倫後來他說 中常會授權給我 我可以前綱獨斷 一切我決定 你想想看 我們就算一個選美 我們就算一個體育賽事 有哪一個賽事是說 我一個裁判 我就可以前綱獨斷 由我來挑選 方法由我定 在球場上裡面 你還是要有球場的遊戲規則 當然啊 一切公開公平公正 結果這場選舉完全沒有 所以完全沒有規則就入局了 5月17號前兩個禮拜 我最早知道訊息 因為我黨中央也有限 結果我在前一個禮拜 大概禮拜四禮拜 我知道訊息以後 我現在兩個節目中講 可能人為言輕沒有人注意 結果下禮拜 大概禮拜三 黃陽明跟徐曉青同時爆料說 哇 這個5月17號 內定侯友宜了 第一個 5月17號 出來了 是 對不對 才出來對不對 然後說可能內定 那個侯友宜了 那時候幾乎講的都是斬丁解鐵 不是這樣 就是說 說可能內定 那個侯友宜了 我跟黃陽明我們是媒體人 就算了 可是徐曉青是掛著國民黨的黨會 他是國民黨籍的市議員 他是立委參選人 立委參選人是何許人 他是小雞 他以後要跟總統 總統一起選 而且他這次也有被遵循 提命人也被遵循 出自他的嘴巴 說就是侯友宜 就內定了 用內定喔 不是只是就是侯友宜 那你想看 一天的新聞 黨將立刻消毒 那個時候 郭台銘他也不是傻子 他又去問黃建廷 黃建廷跟他講 才跟他講說 5月17號這個日期是確定 但是人選沒確定 我請問 黃建廷那時候 還有兩個禮拜 他也跟郭董講說 人選就是侯友宜的嗎 他應該沒有講 不能講 講到還有兩個禮拜 他只跟他講時間確定 所以我覺得像黨中央也不要爭執說 是郭董自己訂的 沒有這回事 就是在那個之前兩個禮拜 對 才跟他確定 5月17號確定 好 那你還有兩個禮拜 你是不是最後要拼了 就開始拜會吃飯 尤其造勢 造勢也要花時間 對 所以他就只好跟著被拖著跑 因為高雄那場我有去看啊 我高雄人啊 對 我有去看啊 就是我說實在話 就是我們在看郭董的造勢的時候 他講話的確沒有魅力 就是我們說 我們看過那麼多政治人物的演講嘛 他講話的確沒有魅力 雖然他很誠意的 在跟南國鄉親 他沒有經驗 他沒有去過造勢台 對 他沒有 我相信 因為當然政治跟一般 企業經營是不一樣的 就像 我也遇過政治人物要找我去 去當他活動的主持人 我都跟他講 我演講做超過600場 但是那不是我們的場子 政治有政治的場子 OK 那我們現在回來到 我們現在回到另外一個點 我一直很懷疑 也沒辦法理解這件事情 如果說 我們就以朱立倫來講 如果說朱立倫 他內心主義就是侯友宜 最後我們看起來也是長這樣子 不管用什麼方法 葉原資來我們節目的時候 葉原資講他說 這套制度是為了郭台銘而設計 我跟他講這套制度是為了設計郭台銘 OK 好 他沒事去撩撥郭董幹嘛 我說朱立倫 他沒事去撩撥 因為一點好處都沒有 你今天如果你主義的就不是他 如果你主義的就不是他 你去撩撥他 最後郭董輸了 我們先不管會不會撩得 他一定內心會不舒服嘛 選舉過都知道嘛 輸不管什麼理由就不會送嘛 好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 郭董如果贏了 你對侯友宜怎麼交代 所以他沒事去撥撥郭董幹嘛 就說這是一個賽局嘛 沒有跑到終點誰不知道 誰都不知道誰會跑贏嘛 那朱跟侯素來有心結 所以他在過年那段時間 他很早就見了郭董 朱就說如果侯上來 我什麼都沒有了 那時候還釋出另外一個訊息說 他不會選 確定有這句話嗎 如果侯友宜上來 我朱立倫就什麼都沒有了 那他有否認嗎 到現在為止 是沒有啦 對啊 知道就知道 不知道什麼事情都有疑問 從頭問嘛 是 那他都沒有否認 還有他那時候就講 他不會 他不會加入這場戰局嘛 他不會選總統 那所以我後面幾個月的時間 我就同台很多名嘴 就說他一定是會換猴啦 他要為自己量身打造啦 最後絕對他自己要上陣嘛 你如果再不相信的話 我就用這個線索再判斷嘛 我就說不會 就是猴郭了 後面發展也是這樣 你如果再不相信的話 一個黨主席 他如果要求援兼裁判 而他的民調 他如果是韓國瑜 或許有可能 他民調連一成不變啊 有時候還掉到 只剩 黨內互比剩一兩趴 其他家有時候剩八趴 你說他這樣自己 或是說I do 然後我已經有猴郭 我再跳進去 我不是自己出糗嘛 況且他嘴巴講了嘛 那有些東西是 裡面 雖然只有兩三個人 但是有人會轉數嘛 所以 現在的事情 不是這兩天放話的 是 但是一路過程當中 我在舉個例子 我手機裡 我最近在看我的手機啊 如果他們說 四月就告訴郭董 五月十七號 我立刻可以翻出 不是這樣 因為這有簡訊 那你說黃建廷 我只有二月十四號 把他講得輕描淡雪 我第一次去 四年不見 然後我又去跟郭董 第一次會面 那一天有禱告 其他我只去過兩三次 那你就要掩飾說 其實你們互通電話 每一步郭董都問你嘛 到家裡吃素 當然誰都忙嘛 當然吃素不多 但是那個密集通話 譬如說 一個小時 你剛剛提到張亞中 徵招確定之後嘛 張亞中 他就想去拜訪郭董 連這麼小的事情 郭台銘都怕說 萬一 他來看我的時候 會不會出去放 放什麼消息 他腦袋就擔心嘛 他沒有十足 他有一些政治判斷力 他沒有十足的政治判斷力 他那個時候只好去 再去問黃建廷嘛 那我不知道黃建廷那邊怎麼說 但是他這一題有問我 我說郭董不要 你知道為什麼 他來見你一定出去 新聞大作嘛 第二個 他可能被徵招嗎 他可能放在徵招庭 不可能 他要的是初選嘛 第三個 他的兩岸立場 你現在你們會 他搞不好出去就是說 你跟我立場是一樣的 那你這樣子不是 毒都消不完嗎 那為什麼 他黨中央還沒會他 你就會他了 那你跟他之間要怎麼樣 你是不是有很多文章做 我說郭董你現在就是 因為黨中央叫他等兩個禮拜 等電話 一個禮拜 等電話 所以媒體說 他給中央短釘子碰 腹氣就去美國了 不是 那個時候換作是你 我已經被納入 徵招提名了 黨中央來徵詢了 我那禮拜會 夫妻跑到美國去嗎 沒有 黨中央叫他在家裡等電話 等電話幹嘛 因為等電話約定他們要來了 是 要當面了 那是很重要一關 如果你在這個前夕 你又去怎樣 又去怎樣 你還去見了這個張小中 那不是圖生之節嗎 所以他那時候停止 那幾天的一個活動 所以他就是像這種小事 他也要問黃建廷 還有就是說 記不記得林明珍 南投立委補選 那他到底要怎麼表示 他對國民黨的候選人 是有年度 肯定的 認同的 有年度的 因為我們家侯友宜每天 歲月經好不參與公投 對這個黨員也疏離 對黨務也疏離 對國民黨也不鳥的 他沒有被檢討 因為那時候挺猴聲浪 他名嘴幾乎都是 那時候他也無間不吹 對 可是郭台銘不一樣 林明珍 因為他被人家講 說你是為了選總統 才回到國民黨 那四年來你做了什麼 四年你做了什麼 就這樣罵他 所以他就要有 現成的就有一場補選在即 也有人看媒體上都寫評論 都建議說你最快的話 你就去 去哪一場 你要不要去站台 有一點連結 要不要去補選 還是你用什麼表示 可是以那時候的氛圍 那他沒有辦法判斷 他又去問黃建廷了 包括我要不要捐獻 包括我要不要站台 我要不要南下 包括我要用什麼形式 後來在選前那一天 不是侯友宇沒發FB 被罵死了嗎 是 可是郭台銘晚上8點多 晚上8點多接到黃建廷的電話 10點多發出 挺林林貞的FB了 我就講說這點點滴滴 都不是這幾天他講過我聽的 都在過程中每一個事件的時候 當時後就是這樣 這可以對陣 所以姐 但是我還是想知道 朱立倫為什麼 每一次去撩撥郭台銘 我們剛才算過了 他撩撥郭台銘 基本上沒有任何一點好處 他為什麼要去撩撥郭台銘 我不知道你的定義 為什麼 你為什麼結論是 應該這麼說 你為什麼說是撩撥 為什麼說是 你已經下結論沒好處 他為什麼要去把郭給找 如果說 我們現在看 我們結果論 我們結果論 我們結果論就是 他一開始主意的就是 就是侯友宜 或者是最後 我們看到的結果就是侯友宜 縱使郭董那時候 還在很努力的時候 很在拉抬他的民調的時候 我們看到的 聽到的消息 都是他主意的就是侯友宜 或者是說最後會提名侯友宜 然後 他沒事再去把郭董攬出來 因為郭董說他要選 他也可以冷處理 我剛才就講清楚了 郭台銘是自己要出來的 你如果問得比較精準的話是 他的徵召是 提名制度是3月22號定的 他那時候可以不要放入非黨員 他直接把他擺入非黨員 我的意思就是這樣子 你可以不理他 你為什麼要把他納入 對 你的徵召的民調裡面 但你覺得侯友宜強嗎 我們那個時候還不錯 那個時候還不錯 你看他的硬傷 除了我剛剛講他 做幾個月也走 第二個他兩岸論述可以 現在就圓形畢弱了 他選他可能選得贏了 你看他講話還是老刑警 那個鬼靠 他那人沒眼睛 那侯友宜誰最了解他 一個高譽人 一個朱立倫 背後還有高譽人 他是常進人 是 他30年來政治推手 都是高譽人 那背後有很多的細節我們看不到 是 那如果侯友宜不可能在 市議會總質詢之前 市政報告之前 就說矮度跟過去韓國瑜一樣的時候 那他這個時間 他徵招 什麼時候徵招 他什麼時候確定提議民 他是不是要有Mega 所以你就看到 他本來6月才進市議會 是 提前到多少 提前到4月 然後國民黨還用書面質詢 對 那這都是有鬼 就往前提 配合他的動作 而且你要看 侯友宜他有明白 你來跟黨中央報告 我要選不選嗎 沒有啊 我有一個是長得很深的人 從頭都沒有啊 對 那如果你是黨主席 他又是一個長得很深的人 他又沒有告訴你 不可能交心的 告訴你我要選啊 跟你這樣坦承 相對來講郭台銘比較坦承 但是他是因為非黨員 那你只好用一個方法 你能不能辦初選 你初選要辦到什麼時候 他們要進跑 而且他們要電視辯論 那請問你 你初選擺在幾月比較好 理論上應該大概六月中吧 那侯友宜勘 進得起嗎 那進不起來 那時候就不敢明明 所以這個很難 要機密的操作 所以他 因為上次初選有沒有分裂 有 所以他不能重蹈覆測 所以他只能用一個徵招 這樣子兩個人都可以納進來 你不用主動報名 侯友宜你不用主動報名 不用提前 就現行的說I do 這樣子的話 民進黨的炮火就進來了 他在市議會一定被K的滿頭包 他也很尷尬 因為12月25號就職 他幾個月就說I do 我要去選總統 所以他用徵招把侯友宜納進來 那侯友宜不是因此就比較明確 才透露他到底一個意象 他也不會跟你說我要選 那你相對的 你剛剛講說2月郭台銘就應該正式記者會直接講 那我請教你 侯友宜可以直接講 他有直接講嗎 侯友宜不行啊 郭台銘就行嗎 一樣是政治的攻擊啊 他非黨員啊 他非黨員啊 我一直認為就是侯友宜跟郭台銘是不一樣的嘛 因為一個有一個公子在身嘛 另外一個沒有啊 不是不是看政治不這樣看嘛 你5月出現 你頭冒出來了 5月被打的延長線比較長 還是9月再冒出來的延長線比較長嘛 可是賴清德很早以前就說我要選啊 那不一樣啊 他副總統他要尋求那個總統嘛 對不對 那他必須要這個接了黨主席 不然他幹嘛要接黨主席嘛 他要進行改革 要革新嘛 對不對 他沒有其他那些複雜的那個勁敵出現嘛 就是他了嘛 他如果晚才不行耶 你每個政黨每個人物 你要每個不同的評估啊 政治判斷啊 賴清德才不能晚耶 賴清德晚的話 那請問黨主席 他接不接 他要承擔嘛 承擔之後才去解決九合一 敗選的危機 他才能夠解決 台南市議會的這個選舉 會選的問題嘛 然後他才能夠提名這一次 搞定這一次立委的提名嘛 等等 他需要一個過程 他不能晚 但是國民黨這個不能長 不能長 我們不用爭執了啦 那所以郭台銘又是非黨員 他是不是同一個徵召制度 他可以把兩個人納進去 那至於說侯有瑜若 你看他後來 當郭台銘2月10號被黨中央按下來了 而且現在有些民嘴都亂講 說是他自己第二天180度轉變了 打蛋蛋危機 後來變成稱讚民進黨 不是 他出來 臉書一出來 中央就按下來了 那被迫轉向 變成說他們還有一個想法是說 你如果只靠藍營的這邊 唯一支持的力道不夠 他的民調落後 想說你的跨距 你如果因為 不要打那麼兇 那個高人 幕後高人 叫你不要打那麼兇 你打這麼兇的話 你的民調 你的光譜就沒有辦法 擴展到那個最大塊那邊了 所以他們做一個彌補 先做要按下去 他之前先做個彌補 那這樣因為他也去買蛋 他也去聯絡進口 因為他有這個力道 他有這個能力 他有通路 郭台銘他在買BNT 這麼困難都買了 所以他也去買蛋 但卡在一個要檢疫 蛋跟BNT BNT是國家整個進來 那你的蛋要進口 要有檢疫 那就卡在說 他就算有這個能力 但蛋進不來 要有政府的力道才進來 所以被迫轉向之後 就是說叫他按下去之前 那你要收尾 才叫他去發一個文說 那好 你既然有所行動的話 我就肯定你 然後就這樣後面 就趴了40天 是這樣來的 那我現在問你一個問題 因為這個已經 當愛已成往事了 那有可能郭柯沛嗎 因為柯文哲他說他選到底 然後甚至在徵召出來之後 他也有稍微酸一下郭董 那現在有沒有機會 可能會郭柯沛還是柯柯沛 變成延長加賽 沒有 就是說 你國民黨一直講菲律大聯盟 有嗎 目前還沒看到 他有沒有走 沒有 已經沒有了 他之前那個時機他有 國民黨有任何人 他走出去跟柯文哲協調嗎 只有郭董可以 對啊 他有進行走完三階段嗎 沒有啊 他沖沖慢慢5月17號就 因為郭台銘用初選的方式 他的民調一直往上跑 有他就沒有侯有餘了 不就這樣嗎 你就打成平盤 黨主席要燒腦筋 他們為什麼往前提 為什麼這個5月20到6月18 這個有變動 這都有小問的 那你說他嘴巴打嘴炮 說我要去整合 他有做整合嗎 他現在連他們放在二階段的 郭台銘都沒有整合 這幾天你以為風暴是怎樣 他們連個屁都不敢坑 連個嘴都不敢回 為什麼 因為你不 讓郭董先把那一口氣吐出來 點點給你煎不開 我現在講國民黨 國民黨現在 你如果要勝選方程式 你是像現在的一個破局 你是沒有跟郭董說好 你是整個提名作業 既是黑箱 又不公平 不公正公開 然後你這樣子的話 我們講養套沙嘛 人家往回看 我提舉著很多嘛 然後侯儀也不強 兩個最後民調互有超車嘛 對不對 你這樣就崩一下 那麼急著還去配合他的議程往前提 然後三階段也沒走完 你就崩一下 就5月17號確定了 那郭董認為他做了承諾 而且他們要把它套進去 因為他4月5號的機場記者會 本來沒有說死 他沒有 他把話說死了 因為我們是凡事問Google 他是凡事問見庭 所以你就看那個稿子裡面 沒有那一段 沒有說如果 不是他 不是他 心想不是我的話 我會祝福 我會頂你 因為他旁邊還是有一些幕僚 一些征詢的對象 那也在商量說 要不要加那一句 如果加那一句整個灌 灌到藍茵這邊 他們對他就原諒了 因為他又90度鞠躬 道歉很有誠意 他如果不說完全 藍茵還不會諒解 但是他如果說死的話 他跟柯P未來搭檔的可能性 可能就被捏死了 因為他如果承諾 就算不提他 他也是挺猴 那他就不能夠破壞 國民黨團結的事情 他如果再去跟柯P搭檔的話 那國民黨敗選 他就變歷史罪人 不是都這樣怪 上一次怪 這一次又怪 那是四年的累積 全部都到他身上 那現在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 那有可能換猴嗎 第二個 郭董他到底是 九局下半比賽結束 還是會有延長加賽 我們先來講第一個 就是有可能換猴嗎 因為當初可以換柱 那為什麼現在不可能換猴 因為換柱後一陣太大了 不可能再重蹈覆測了 因為當初洪秀柱那個是 特殊歷史 因為小雞 因為他最後只剩16.7% 他最後的一次民調 七月份的民調 掉到16.9%還是16.7% 不只選不上總統也就算了 會壓死小雞 因為當時沒有人要幫他造勢 只有一個謝龍介 他出能霸班 那時候我在陳匪先節目 我要上節目之前打給龍介 龍介說只有他 挺欲相挺 因為以前柱子姐幫過他 他拿了200萬 幫他在台南辦一場造勢 因為洪秀柱他提那個 一中銅錶 一中銅錶 那個票房毒藥啊 從北到南大家 畢之為恐不及 誰跟他站在一起啊 都怕都怕死了 所以那時候從北到南 一片寧安靜 只有一個謝龍介 幫他在台南辦一個造勢 然後民調也掉到16.9% 我跟你講 國會席次會很難看 那這樣聽下來 賴清德是躺著選的 我還沒講完 就是說你問我嘛 所以侯友宜 他用正規軍的方式提名他 你說還會換嗎 換就崩了嘛 換 你再換 要換鍋嗎 可能性也不高吧 不高啊 你說朱可能性也不高 你要換誰呢 你如果換鍋的話 鍋就是第二個朱立倫嘛 你半途半路出 原本挺火的會翻臉啊 你這個就破局了 而且會崩掉嘛 那侯友宜 鍋出去會有20%的分裂 那你被OUT到 它是不是也有20幾%的分裂 你不要鍋跟不要喉 都有分裂嘛 都有裂痕嘛 很大裂痕 那這邊 現在這邊跳腳 你如果七月全代會 你把喉換掉 哇 那個挺喉勢力 包括旺中就跟你沒完沒了 你可以這樣做嗎 可能性很小 所以如果郭董 他的想法 就旁邊有一些地方議長 也有窮州啊 有窮州啊 牛鬼蛇神啊 對 就如果他們給他的是建議 你可以把不可能的排除嘛 獨立參選我是覺得 就算他們想要那個機率 慎選機率真的維護其為 維護其為 你又跟 你跟國民黨分裂 你還跟柯P分裂了 就四年前就又演過一次了 對嘛 不可能 那他不可能搭附的 不管跟侯跟柯 是 而且現在時機晚了 柯P已經宣布了 那所以 柯董下課了 郭柯配都不可能 那唯一個充黨內的 黨內的7月全單位 有人提建議說 要從這邊翻 因為你現在看民調 會落幾趴 幾天內落5趴 崩5趴 他是一個月後呢 對嘛 我們現在講的 就是這樣嘛 當初 珠珠姐跌到剩16.9趴嘛 那何友宜現在 沒幾天喔 還不到一個禮拜喔 他就跌了5趴嘛 那19年那時候 在選的時候有沒有 就是提名 提名韓國瑜的時候 我就講過嘛 如果韓國瑜 一旦跌破了紅袖柱房線 跌破紅袖柱房線 最大問題在哪裡 你知道嗎 沒有企業家會再捐錢給你的 你沒辦法募還 沒有 最重要是老三 他會被邊緣化 會棄保 那就會挺那個老二 老二做二再忘一 那我認為連戰那時候 國民黨就要硬拉了 連戰也是老三嘛 那宋楚瑜最忘嘛 眼看他就要當總統 後來發生新票案 大家都在五棟房子嘛 沒錯 那國民黨會 極力會拉後移 那現在看這個商品 商品好不好賣 如果國民黨極力來拉 然後現在挺郭的那些人 會歸隊 某種程度也分析 我在節目上也分析說 郭董要預料到 現在這些人很熱 可是他們掛國民黨 他們一個月後 他可能離你遠去 他要歸隊的 是 支持者他最後尤其離選舉禁 他也會歸隊的 沒錯 對不對 那所以再怎麼拉 會撐住 不可能換住 不可能再換猴 他會撐住 我覺得 猴雨再差就兩成嘛 這一定要撐住 那一定要撐住的話 那就三腳都了 那我們下面已經在觀察 可能變老三 可能變老三的話 他就可能被棄保 然後可是現在有一個現象 就是2016年宋楚瑜現象 因為那時候換住之後 朱立倫電上去 朱立倫也沒準備好 而且時間太短 他拿到361萬票 那是國民黨歷來超低票 最低 但票留到哪裡 他也不會留到綠營去 他留到宋楚瑜這邊 宋楚瑜那些人 沒拿多少票 150萬票 對啊 最近來講 不不不不 你聽我講 聽我講 宋楚瑜出來很多次 2000年那次最風光 2004跟連戰搭檔 我講的2016年那一次 他拿了大家跌破眼鏡的 150萬票 他從那邊來的 國民黨他也不會投給民進黨 他可能不出來投票 但是他可能 滑草 就是說賭籃票 他留到宋楚瑜這邊 所以如果你換 那個情況 大家好為人師 都會覺得自己是諸葛亮 就會覺得 那時候換柱怎麼樣 他會比較類似 你最多可以講 他會不會有類似紅袖柱 換柱的那個跡象 但他這次不會換 但是現在517之後 就選票大量位移到柯P這邊的現象 他就等於是2016的宋楚瑜 那現在就看這個西瓜效應 能不能夠再極大化 柯P的實力還比宋楚瑜那時候強了 對 而且柯P他現在極大化 你看他去看陳水扁 他阿扁總統雖然沒有什麼票 不像他以前那麼勇了 但是他的光譜常常被人家說是兩岸一家親 幫他貼紅標籤 可是他如果光譜他去看了一個阿扁 是不是他可以稀釋掉說界定的印象 他的光譜如果極大化的話 他是不是一個選戰最大化的一個選法 再加上反侯的勢力 他們不會極力輔選柯P 那挺郭的會留到柯P這邊 所以柯P的打法是痛打賴清德的 包括新潮流 包括疫情期間你自己是醫生 你有做什麼嗎 他痛打新潮流 所以他還想挖綠的這邊的票 所以他是一個選票極大化的打法 所以他想把國民黨偏到老三 他做二才能夠搶一 所以三喀都是有可能的 你別以為三喀都 是三喀都 現在已經三喀都了 可是三喀都的情況之下 目前看起來賴清德贏面比較多 贏面比較大 所以你認為明年一月還是這個盤勢嗎 選舉不到最後一刻 你怎麼知道贏一票也是贏 因為侯友宜如果不換的話 國民黨還是會拿到他的基本盤 還是有基本盤 你說20%我覺得這個不太可能 大概三成應該沒問題 你剛一下又要換柱16% 你現在又把它跳到30% 你到底要怎麼樣 就像姐你講的 最後會歸對 你說16年的時候 16年對 16年如果洪秀柱繼續選下去 我相信也不太可能會低於361萬票 洪秀柱不一樣 我就跟你講票房毒藥了 那個沒救了 你最多講九二共識 一中各表 你講到一中同表 那是一中五頂 兩岸同屬一中 那只有一個中國 那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是票房毒藥 就是已經是紅統思想了 就像張小中 你剛剛對張小中 你覺得幾顆 一樣啊 他是女版的張小中 張小中是男版的洪秀柱 那真的是票房毒藥 因為你中南部的立委 他們吃這套 選民吃一中同表嘛 其實不行嘛 那整個 等於說污染了整個選情嘛 那所以非換不可 那可是侯友宜不一樣 所以我是覺得 侯友宜就看到二成以上總有 二十出頭總有嘛 那你要看柯P 所以這是三人組的一個動態 你那個台北市市長 台北市選民選票結構 跟其他中南部又不一樣 你票沒有開出來 你結果沒有出來的時候 你知道黃珊珊拿了25%嗎 那時候想不到 你知道陳時中落選 那時候梁文貴還跟人家對賭 結果他們歸隊以後 而且是台北市我這邊特別講 那總統大選又跟那個 縣市長選舉不一樣 不一樣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光心姐 因為其實你知道本來 本來會覺得這場總統大選 應該會蠻無聊的 大概就是賴醫師 對上好好做事 那現在不管是郭董還是柯文哲 好像延長加賽還沒打完 OK 所以我們之後有機會 再拜託光晴姐來跟我們分析 到底郭董他之後的動向會往哪個方向走 或者是柯文哲跟郭董之間 會不會有更多的互動 OK 我們今天謝謝光晴姐 期有此理 我們下次見 拜拜